下载好的档案一定会放在自己的电脑里面 所以你就要去自己的电脑里面找下载 所以怎么找呢?第一件事情就是点选档案总管 然后下载 然后接下来我就解压缩字尺 你们一定有7z 你们的电脑里面就有7z 然后请点解压缩字尺 这样可以了解 反正你们就会有这一堆的档案 这是成品 从民国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人口统计 我会希望等一下你们去下载 从民国现在是99年 这里面我已经把民国99年都做好了 所以现在我们先去继续做这个档案 麻烦请点Chrome浏览器 我们去下载更多的资料 台北市行政区人口数年性别 我还要性别 还有性别 还有多打性别 有没有 就到这边了 我要这一个 就是麻烦请把86点一下 他就会去做下载 87 88 89 90 91 一直到98 92 93 94 95 96 97 98 可以吗 因为99年之后我已经做好了下载 要做我们干脆就把全部的时间全部一次整理好 你以后就不用在这边再花很多时间来去整理了 可以吗 而且我这次提供的是各行政区的比较 但是你要知道有些卫生单位 他会希望你比的是各行政区的人口比较 好 麻烦请你们下载下来 下载了以后记得就是刚刚这些资料 那我们继续来做什么事呢 就是把把这些档案快速点两下打开 他一定是用以色谣开启 我就把它存存成csv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资料处理 然后这是97 所以我就档案 另存浏览 csv 97是什么 2008y 对不对 2008y 可以吗 确定 你们要存成utf 然后这个档案我就关掉了 不要储存 可以吗 然后这个档案其实就可以删掉了 那我继续做 点两下 打开这个档案 可以吗 这些档案全部都要一模一样的做法 启用编辑 然后档案认存新档浏览 19991 储存 是的 然后这个档案就可以关掉 不要储存 可以吗 依此类推 现在先检查一件事 请先一定要做1997这一年 也就是86年 一定要你先做这一年就对了 这是我的第一年 第一年非常重要 这一年是最重要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 用搜寻 然后打开Excel 那这个Excel档案 我是不是要有一个 就是说资料的来源 我这个资料的来源呢 是来自一个资料夹 所以当然就选资料 然后新查询 从档案 从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透过浏览的方式去找 找到刚刚我放置的位置是放在B点 那你可能不是放在这个位置 你要自己去找 我先直接做People1 People1里面从1997年开始 一直到2013年的所有资料 所以确定 确定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记得要点合并并展入 合并并展入 事实上这边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功能 好 我们就直接点合并并展入 所以直接呈现在这边 那现在重点是 你看这里面有没有乱吗 没有 就是看到都是正确的 像什么零碎男女 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我们呢 就直接 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叫第一个档案 第一个档案就是1997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最重要的那一个档案 然后点选确定 那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去看 就是说 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 我把它重新命名 这个名称 重新命名 然后 输入 这个我取名叫做党名 好不好 党名 那相对的 这个重新命名 我就要取名叫做民国年 可是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86啊 很神奇的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大家做资料库的时候 一堆空白塞在那边 这里面是 空白86 看得懂啊 空白86 问题是 问题是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谁会知道那个空白真的 那个空白真的要把它给取代值 把它给拿掉 取代值 然后一个空白 取代为什么都没有 然后确定 你看 这边他是不是就多做了一个步骤 好 再接下来 反你做过的动作 这边都会记录 以方便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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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我要去算那个结婚 我取得结婚的资料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直接套用这些既有的步骤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里面 这里面 例如说空白 各位可以了解吗 空白可以删掉 年也可以拿掉 对吧 所以 请把这个 这个 民国年里面 空白拿掉 还有年 拿掉 那些才是我要的 还有 这里面 这个叫做什么 行政区 所以重新命名 就是把那个 这些的 轮位名称都要确定 你们记得住这些动作吗 还有 然后我现在要做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合计拿掉 合计是多余的 所以 请筛选 把空白拿掉 空白一定要拿掉 就是我只要留12个行政区 区域别只要留12个行政区 民国年只要留 什么86878889这些数字 好 然后这个合计要拿掉 数一下是不是12的 1234567891011首 好 所以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所以 因为当你在做大数据的时候 你这些资料都必须要整理的整整齐齐 好 确定 好了 那 我再重复讲一次 刚刚所有做的动作 这边都会记录 可是 无非我就是要把资料整理成干干净净 对不对 像例如说 这叫党名 这我想没问题 他反而就是我的党名 什么1997Y 1998Y 依此类推 然后这是民国年 年我是留给西元 可是如果是86 你要知道这就是民国年 所以我就呈现民国年 再接下来这是行政区 我想这都没有问题 主要 主要是这里面 一看就知道有空白 我就滑鼠右键取代值 来去把空白取代掉 好 这个是不是应该要改 改成人口数 对不对 可是这个是多余的 是要把它给删掉 这是总计 就是说86年中山区是20万人 好 所以这一栏是要把它移除掉 可以吗 反正只要是衍生栏位 其实你拿到的资料里面 遇到衍生栏位 应该都要把它删掉 好 数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